最近英国王室虽然被梅根哈里搅得鸡犬不宁,在这么大的压力下,凯特王妃和威廉王子在公开亮相。 威尔什王妃身穿了一件樱桃粉色外套和套头衫,一些粉丝认为这是对梅根马克尔的微妙挖苦。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看王室故事的那个拉不住的风筝,为了方便下次容易找到,看视频前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银档哦。 我们接着往下看。 皇家评论员认为,凯特米德尔顿搭配的马球领毛衣和外套可能是对梅根马克尔的着装挖苦。 此前,这位前皇室成员在之前的Netflix纪录片中声称,他在作为皇室成员工作时穿着柔和的颜色,以免引起太多关注。 威尔什王妃穿着大胆的樱桃粉色霍布斯西装。 周四,他与丈夫威廉王子一起抵达温莎食品共享中心,听取食品银行为陷入困境的家庭提供的支持。 威廉和凯特还帮助志愿者整理捐赠的食物,并准备包裹公慈善机构的客户领取。 而梅根在Netflix纪录片中说,我在英国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很少穿彩色衣服,那是有思想的。 据我所知,如果有集体活动,你永远不能穿与女王陛下相同的颜色,但你也不应该穿与其他更高级的家庭成员相同的颜色。 所以我想,他们可能永远不会穿什么颜色。 鸵色? 你色? 白色? 所以,我穿了很多柔和的色调,但这也是我可以融入其中的原因。 就像,我是不想在这里脱颖而出,所以没有任何版本的我加入这个家庭并试图不做我能做的一切来适应。 我不想让家人难堪。 周四的恰逢,今年Windsor Foodshare成立十周年。 该慈善机构每周向因无力支付基本费用而面临饥饿风险的家庭提供短期食品包裹。 威廉夫妇会见了该服务的运营人员,以了解更多有关该服务提供的支持, 以及其不佳评判地平等对待每个人的原则。 最近对这项服务的需求有所增加,去年他为七千多名居民提供了食物。 预计凯特下周将启动他工作的新阶段,这将突出早期学习和孩子生命最初五年的重要性。 他补充说,下周我真的很兴奋,很多来了。 今天我只想思考和讨论下一步,真的,我们如何让这个对话继续下去。 这项运动确实为幼儿教育的重要性奠定了基础。 凯特王妃重新穿上了他的Hobbs London Tilda大衣,采用鲜艳的紫红色调。 威尔斯王妃于2021年首次亮相这件粉色外套,他穿着他去伦敦哈罗的一所学校参加科学课。 最畅销的Tilda外套是Hobbs London的主打单品,王室经常带回标志性的外套。 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完美剪裁的女性画阔型,漂亮的剪裁和优雅的设计,它成为凯特衣橱中的必备单品,让他在寒冷的月份看起来更加优雅。 这件外套采用长袖,单排扣,Milton底领盒,方便的内部口袋。 它采用天然保暖且可生物降解的拉绒羊毛制成,这种面料对地球来说更加友善。 趁理由再生剧脂制成,有助于减少垃圾填埋场。 遗憾的是,这件外套现在已经全部售庆,购买时的价格就不清楚了。 凯特在外套下面穿了一件相配的高领毛衣,这件外套也出自Hobbs London。 这件套头衫的描述是一件基础单品。 劳尔高领针织衫采用经久不摔的螺纹设计,袖子上是有金色扭扣细节。 它非常适合在连衣裙下层搭货搭配牛仔裤。 采用最优质的美丽奴羊毛制成,表面最柔软。 使用经责任羊毛标准认证的羊毛制成。 原价75英镑,由于1月份的促销,现在只值59英镑。 这对皇室粉丝来说是个便宜货。 凯特还佩戴了他的Aurelia London镀金链式暴孤耳环。 在2021年2月,凯特在与护理学生的视频通话中首次展示了这款新的卷型耳环。 Huggy Hoop金链耳环由黄铜制成并镀金。 这使它们成为一件价格适中的珠宝,它们的零售价仅仅为15英镑。 其实这就是Aurelia独特的卖点。 它们的所有作品均由镀金或镀银黄铜制成,以确保所有人都能负担得起它们的珠宝。 Aurelia说Huggy Hoops会给你的衣橱增添一点街头风格的闪光。 虽然这标志着这对夫妇今年第二次联合出游,但凯特已经开始了单独的活动,专注于她早年的工作。 在王室工作了将近12年后,凯特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皇室工作人员,多年来凯特王妃一直以已故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为榜样。 而另外的一则消息是,哈里王子推出以她个人视角写的《回忆路备胎》的这本书中,她把矛头对准了大哥威廉王子,大嫂凯特米德尔顿和继母卡米拉王后。 据说,凯特米德尔顿还在纠结哈里王子的回忆路备胎。 凯特米德尔顿一直认为哈里王子是因为她的妻子梅根马克尔而改变了。 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在哈里王子娶她的妻子之前,她和凯特米德尔顿曾经非常亲密。 即使在备胎中,哈里王子也在多个场合对现在的威尔士王妃凯特米德尔顿赞不绝口。 然而,在与美国女演员梅根马克尔结婚后,小叔子和大嫂之间的一切关系全都变了。 凯特米德尔顿甚至认不出哈里王子是个什么样的怪物,因为哈里王子攻击自己的家人,他用他的言论背叛自己的家庭,破坏了他们对他的信任。 就如回忆录的书名一般,威廉王子作为英国国王查理三世的长子,是英国王位继承人,而哈里王子被包括母亲戴安娜在内的人当成王位继承人的备胎。 据哈里王子透露,这种关系导致除了兄弟之间的竞争,还加深了彼此之间的猜忌,嫉妒,而这一切都是王位等级制度造成的。 哈里王子在书中指控大哥威廉王子背着自己的妻子梅根马克尔和他说他的坏话,譬如粗鲁无礼,不好相处,在自己表示不认可的时候,大哥还把他摔到狗碗上,并让他不要告诉任何人。 与此同时,就犹如安德鲁王子拒不承认一样,威廉王子也拒不承认打了哈里王子,他说,我没有打你。 哈里王子还暗示威廉王子和凯特米德尔顿是伪君子,因为他们自称是金装律师的超级粉丝,对哈里王子找到一个剧中的女演员做妻子感到无比羡慕,但当他们和梅根马克尔首次见面时,虽然梅根马克尔很热情,很接地气,穿着破洞牛仔,光着脚就去拥抱他们。 但他们却拒绝了他的拥抱。 此外,哈里王子在备胎中再次强调,自己和妻子梅根马克尔婚礼前,凯特米德尔顿把梅根马克尔弄哭了,因为他耍弄了梅根马克尔的妻子。 凯特发消息说,夏洛特公主的花童裙子太长,太大需要修改,结果没修改就穿着参与了婚礼,让梅根马克尔请来的裁缝师傅白等一天。 尽管王室没有发表声明为凯特米德尔顿辩护,但众所周知,所有人都站在凯特米德尔顿一边,而不是哈里王子。 王室对哈里王子背后捅刀子的反应一直是,他们秉持不抱怨不解释的座右铭,什么都不说。 不过,王室是站在凯特米德尔顿这边的,而不是哈里王子或梅根马克尔那一边。 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哈里王子和梅根马克尔夫妇在放弃王室职责后,除了说王室的坏话,什么也没做。 尽管哈里王子声称梅根马克尔与他的回忆录无关,但凯特米德尔顿仍然不这么认为。 凯特米德尔顿认为,这一切毫无疑问都是梅根马克尔精心策划的,是他一手让哈里王子陷入充满仇恨,自恋的恍惚状态,似乎还沉浸在由此带来的痛苦和折磨中。 他下了决心,以后再也不会和梅根马克尔当面展示友好了,除此之外,他还把他们的电话拉黑了,现在,他们的沟通渠道完全中断了。 在哈里王子和梅根马克尔说了这么多,做了这么多之后,凯特米德尔顿和威廉王子不会制定任何计划为哈里王子铺开红地毯,除非他抛弃自己的妻子。 你是否认为凯特米德尔顿是正确的? 梅根马克尔把哈里王子变成了怪物。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探讨,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